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8月 2017年,這麼快就到了8月 我覺得今年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今個禮拜,我們會講一講關於香港的日文 上兩次就講了一些香港的地名 我們今次講一下關於香港的食物 講起香港的食物,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我想是蛋撻、煮飯煲 米線?米線好像不屬於香港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是香港才會有的 你在日本也未必找到的,就是飲茶 去飲茶的時候,大家會不會像我一樣呢? 很奇怪,日本人怎麼叫這些點心呢? 於是我就特意上網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找到原來他們都沒有一些很固定的名稱 只不過你可能講一下他們用什麼材料 用什麼煮法 然後講那個食物的名字 然後譬如包就是飯 或者饅頭就是饅頭 然後再拼拼拼拼拼拼 就是那個點心的名字 日文的點心是沒有固定 沒有說對錯的 只要你說得它明白就OK的了 不過今天我也想講一下 簡單講一下我認識的幾個點心的日文 給大家聽 大家下次有日本朋友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介紹一下點心是什麼 首先第一講 點心的日文是 天心 天心 我們去酒樓一定會吃的蝦餃燒賣 在日文裡蝦餃是叫做 蝦餃燒賣 蝦餃燒賣 對啦它是一個餃子的一種 煮燒賣的日文很簡單 就叫蝦賣 蝦賣 蝦賣 下一個我們會常常都吃到的 就是這個叉燒包 叉燒包的日文是 蝦餃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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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喜歡吃奶黃包的時候 奶黃包的日文是 蝦餃燒賣 蝦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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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小小顆也是一個包的形狀 很多日本人來到香港 或者外國人來到香港都很喜歡吃的 就是小籠包 小籠包的日文是 蝦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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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過了 日文的點心是可以用它的材料 煮法 然後再加一件東西的日文 而拼拼而成的 譬如接下來講的腸粉 chang fu chang fu 就可以在前面加不同的材料 譬如蝦腸的話 蝦腸就是 e b e ni chang fu e b e ni chang fu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 山竹牛肉球 牛肉球的日文名 比我想像中更日式 它叫做牛肉糰子 牛肉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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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卷的日文 只要把日文的字拼起來就可以了 春是haru 卷是maki 所以是harumaki 就是春卷 最後再講兩個 大家喜歡吃蘿蔔糕的話 蘿蔔在日文來說 叫做大根 蘿蔔糕 所以蘿蔔糕 叫做大根餅 大根餅的日文讀法是 kai gom moji kai gom moji 最後一個要講的 其實我不知道在酒樓會不會有的 我猜有些酒樓有 有些沒有 但是香港人每個人都一定會吃過 而且我覺得是香港最好吃的小食 這個就是蛋撻 蛋撻的日文是 eku daruto eku daruto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很簡單介紹了十個關於香港點心 或者喝茶的一些小食的日文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再學的 因為你知道點心是很多的 也都是有點難聽的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好有興趣知道 好有興趣知道 不是 是好有興趣想知道你喜歡那件事的什麼 我會盡量幫你查找一下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覺得香港最好吃的小食是什麼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做得多好 請你幫我讚好一個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個月的月圖 我們再介紹一下關於香港的日文 那我們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拜拜